什么 你要笑死我了 满分只有42分 你跟我说你可以考48分 你斗谁呢 不怕学霸考满分 就怕学霸会空分 国际报数比赛上我空分48分 但是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相信 文睿 你是出来上厕所吗 不是啊 我交卷了 你怎么可以提前交卷 你知道这样子参加比赛的机会多么难得吗 你知道这样子的机会是别人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的 你不珍惜 也要想想你的队友呀 我都做出来了 都做出来了 这可是国际奥数啊 你这么短的时间全都写完了吗 话还没说完 就有一个少年哭着走了出来 对不起 老师我对不起你 我不该浪费这样子的名额的 我来参加比赛 完全就是一个凑数的 考完了吗 嗯 考完了 老师 我不想活了 你怎么了 考得不好 也不至于死呀 老师 对不起 我是我们学校 我们是区唯一的希望 我努力学习 就是希望可以在奥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 但是但是 怎么了 但是我一道题都不会 我感觉我能零分 什么 你一道题都不会 那我不拦着你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看了第一眼我就知道 我要完蛋 我真的一道题都不会的 哎 算了吧 这次过来就当长经验吧 老师 那个男生是第一个出考场的吗 是的 怎么了 他为什么这么淡定 而且这家伙还在打游戏 这家伙难道就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吗 自己考了那么差 就应该难受一下的吧 或许 这就是华夏那边考试锻炼出来的心态吧 不管任何时候都不是很慌张 文睿 你看看 别人都慌张得要死 你还有时间打游戏 反正都考完了 我还能干嘛 接着 我们对的其他成员也走了出来 老师 我估计能对三道题吧 剩下三道题 估计能拿一点步骤分数 如果批卷给的宽松点 估计上三十不难 你们说什么 拿三十多分 你们这么自信吗 对呀 我确实解答出来了 老师给的那些题目 你没做吗 没有 我有自己的学习方式 所以老师给的题就没看 你多少分 我 估计就能对两个 目中分哪点 上二十多不难 啥 你可是我们华夏的头号种子选手啊 文睿 你多少分 啊 四十八分呀 什么 你要笑死我了 满分只有四十二分 你跟我说你可以考四十八分 你逗谁呢 我知道 我说我四十八分 就肯定四十八分 你爱信不信 老师 吃饭不 我饿了 算了先吃饭吧 看来文睿是饿傻了 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干嘛 你知不知道时差 知道呀 所以我才给你发消息的 你给我等着 你回来小心你的屁股 你俩真的只有二十多分 是的 那你们呢 我觉得难 但是好像做过这道题 具体我自己想不起来 是的 我也有这样子的感觉 好像熟悉 又好像不熟悉 钱老师 这是刚刚的试卷 我刚要到的 随后钱东海拿起卷子 仔细地阅读 这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文睿 叫我干啥 这卷子我看了 你没什么话想给我说吗 啥话 没什么 等成绩出来 找你算账 哦 此时的阅卷阻呢 肯定不是作弊 这个孩子是我兼考的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但是这样子的成绩 实在是很难交代 是的 我们也需要平衡一下每个人的分数 如果出现特别高的分数 很多人是没办法接受的 在场的你们 有几人敢说 自己的学生有这个学生掌握得好 高斯的数学知识 希格玛的理论 罗巴斯特的非欧几何的运用 我支持按事实打分 一个优秀的数学天才 是全世界的瑰宝 我赞成这个孩子得到这个分数 我不接受 我怀疑这个孩子提前知道提醒 我找到了华夏人的卷子 其中四人的解体思路是如此的相似 我想 就算你再是模板教育 你也不可能把步骤给演算出来吧 那怎么办 那进行仲裁询问吧 你要知道 如果进行仲裁了 对方没任何问题 你们就需要承担后果 我知道 但是他们的卷子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愿意承受这份后果 我希望仲裁 那就去找他们吧 钱东海和文睿 请两位来一下 怀疑我们了 我的老友 我想 我是不会怀疑你的人品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种国际赛事 裁判那边是好多国家的人 而且选择的地点是哈佛 你应该明白那群人的骄傲 好吧 我懂了 老师你又打我 你再打我 我告你虐待学生 走了 别吃了 先走一趟 干啥呀 老师 老师带你去装逼 蛤 老师带你去装逼